手扶梯怎么会让小弟弟的手被垫到脱皮红肿了呢 这是一位家长的投诉 他说上个月初要到捷运失败站 要搭电扶梯出站 但是这9岁的小儿子突然说很痛很痛 他的手就开始红肿 后来的意识诊断 这是被垫灼伤的 但没有想到的是 他是6月底在捷运的明德站 两个儿子又被垫到 更夸张的是 这次采访完之后 受访者准备要搭捷运回家时 又再度被手扶梯垫到 这手扶梯怎么会一再漏点呢 会碰吗 对啊 模式上红彤彤一片 还有不明黑色色块 才刚结束采访竟然又被垫到 就跟你说那个 就是一定会有问题 谁会想到罪魁祸首 竟然是捷运站手扶梯 而且一个月前更严重 这个部分它有肿起来 那仔细看它旁边这边 也是有一些黑色素 小弟弟手上留下一条黑黑色素沉淀 当时照片清楚看得到 拇指上白白破皮 周围还红肿一圈 就在上9月7号 余小姐带着两个儿子 到捷运石排站 搭手扶梯准备出站 9岁弟弟突然被垫 没想到6月21号 在捷运明德站 布置弟弟11岁哥哥 也被手扶梯垫伤 拿出诊断证明 确认是垫伤伤 哥哥还是一度垫灼伤 你不要跟我保证机器 而是你要将心比心 人受伤的触电 这是事实 你们的手扶梯 漏定也是事实 手扶梯把手 用黑色橡胶绝缘体 包覆银色金属 但小朋友手掌不够大 搭乘时拇指会自然内弯 碰到内层金属 一次是这样才会触电 当时在电扶梯上 其他的旅客也都是正常 并没有旅客做这样的一个反应 尽管小弟弟搭过捷运好几趟 不是每次都会被电到 再不到一个月 就和三个车站手扶梯来电 捷运公司一句安全没问题 恐怕难让家长幸福 东森新闻张家如许佳季 在台北报道 好 看到这个新闻 您可能也非常好奇 这个小弟弟被电到那么多次 但是我们都在搭捷运 为什么从来没有被电扶梯给电到呢 这到底是捷运的问题 电扶梯的问题 还是小弟弟体质的问题呢 今天我们记者重回事发的 两个捷运站 实际拿着电表来测试 结果任何反应都没有 所以电到底从哪里来呢 一身不排除 可能是容易静电的体质所造成的 那么专家另外也怀疑 可能是当下的电流短路所惹的火 每天人来人往 光是一天被接载客量 可以高到158万人次 而且只要有搭或多或少 手都会touch到电扶梯 我们先到第一个一次漏电的石牌捷运站 电扶梯上 三用电表上没有任何的反应 再来到第一个一次漏电的明德捷运站 三用电表上照样没反应 随便在找其他电扶梯观察 多数乘客都是手扶扶手 但有些没骨头的 整个人半身贴在金属旁 还在练幼稚园的小朋友 不够高更是全身贴在金属上 明明没事突然被问有没有被电击 小朋友一脸疑惑 毕竟通车十几年 电扶梯首都传出电人事件 就连采访当下 小弟弟也再度被电到 到底这电从哪来 它有个马达 马达带动电扶梯走 所以电流不可能直接通过电扶梯 而且电扶梯它有安全设备 就是它会接地 所以它绝对不可能触电 专家认为电扶梯的设计不太可能漏电 唯一的可能就是体质 因为易经电的人 身体像是有电流 容易被自己的身体累积的电电到 另外当天后潮湿时 基础零件难免受潮 有时电流容易短路 可能就这么刚好被碰上 看来电从哪里来 不止民众纳闷 捷运公司更是百思不得其解 多久上的丽雅格艾 在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